就唱个二人传能惹多大祸 九百年前 有一群女真人住在哈尔滨 她们打鱼 放牧 种田 小日子过得十分红火 可她们的统治者 辽国贵族 已腐朽崩坏 不断压榨快乐的哈尔滨女真人 哪里有压迫 哪里就有反抗 终于 一个叫完颜阿古打的部落领袖 站了出来 带领女真人造反对抗剥削 可造反事业刚刚有点起色 不知哪个女真才子 编了一曲碰碰歌 也就是当时的二人传 让辽国皇帝生了大气 歌曲里把辽国皇帝 比作漂亮的妖鼓 滑而不实 歌词是这么唱的 真蓬蓬 真蓬蓬 外头花花里头空 但看明年正二月 满城不见主人翁 不知哪位东北铁之能唱这首歌 让我们感受感受 当时这首歌迅速在哈尔滨走红 很快传唱到大江南北 甚至连几千里外的河南人都会唱 自然这首歌的主角 辽国皇帝也知道了 十分生气 本来嘛 你女真人造反就算了 我派人镇压就好 虽然我辽国镇压几次都没成功 但继续努力就好了 现在你女真人居然搞人生攻击 在江湖上传我的黑歌 难道压迫你女真的就我耶律言洗一个人 明明整个辽国统治阶层都有参与 把这个大锅扣我脑袋上 这就有点生气了 于是辽国天作地耶律言洗 做了个违背女真人意愿的决定 率领十万大军 号称七十万 新争女真 新粉丝请注意 喜哥肯定不是单单为这首歌打仗 很快啊 喜哥的十万人马火花带闪电 直接骑到了女真家卧室门口 围了个水泄不通 敌人都已经上门了 女真人在干嘛呢 阿古打首先是召开了女真部落会议 会议上气氛很凝重 因为这群威武的汉子经过短时间的精密推演 一致认为 咱们两万打十万 投降活下来的几率会比打仗更高 投降 我阿古打的字典里没有投降这两个字 当然也可能是因为手握必办 怎么能让他们鼓起勇气和辽国干仗呢 阿古打想到了三国著名皇叔刘玄德 顿时眼眶里充满了飞速旋转的泪滴 然后微微抬起头 努力让泪水不流下来 哽咽着说道 我的爷爷曾告诉我 一定要带女真人做大做强 不受别人的欺负 可我已经是快五十的人了 土都埋过了我的胸肌 爷爷的遗愿 看来事达不成了 今天还连累在座的各位有性命之忧 我有溃于部落 有溃于天地 我阿古打能够一直和各位英雄并肩作战 真是荣耀啊 我活够本了 各位请把我绑了交给辽国吧 这样或许能给各位带来平安 把我的家人都绑了交给辽国吧 或许能给所有女真人换来和平 说完转身站定 给大家留下一个没落而坚定的背影 短暂的沉默过后 终于有人发言了 那啥 咱不是这种人 说吧 大哥 你说怎么干俺们就怎么干 接下来的会议内容比较机密 他们把我赶了出来 所以就不知道了 总之 阿古打带一万人 和喜哥哥和正面对决 楼市带一万人 进驻达鲁古城 申钩高垒 防备其他辽军 虽说女真人当时 被阿古打感动的不行 但真到了前线 在碾压级别的辽军面前 除了挖钩垒墙 也没什么别的心思了 可女真人渐渐感觉不对 我们这边攻势都挖完了 每天唱唱二人传 打发时间 辽军怎么也没动静 难道是辽军还有什么先进计策 不管了 你不变应万变 时间一天天过去 辽军仍旧没有进攻 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呢 阿古打派出几路探子 终于抓到一个辽军军官 哦哦 据他交代 辽军三天前就撤退了 原来是喜哥的亲戚 要篡权当皇帝 喜哥得赶紧带人 回去保住工作岗位 听到这个消息 阿古打十分兴奋 连夜跑到楼市这边 端起领导架子说 各位 辽军开始撤退了 有什么打算 各位将领面面相去 那还不就是追击一下子 阿古打一拍桌子 敌人来了 我们躲到城墙后面 敌人跑了 我们就追一追 女真勇士就正 我们以后还怎么让敌人 闻风丧胆 众人默默不语 明明是个高兴的事 不知道领导阿古打抽什么风 阿古打接着说 各位 想当勇士的跟我走 咱们不干别的 咱们去活捉 辽国皇帝小儿 阿古打两路人马 并坐一路 在武长大米的武长市西侧 追上了喜哥 双方正式摆开 喜哥认为咱人数还是比你多一倍 你能奈我何 阿古打一个眼神 抛给各位将领 大家心领神会 想起了上一场 黄龙府围点打员之战 于是所有人分坐左右两路 集中夹击喜哥所在的中军 战斗过程应该十分凶残 因为刚刚还在耻笑女贞的喜哥 调转码头就开始逃跑 大家想啊 一个皇帝骑着马逃跑 旁边大臣跟你打招呼 你要不要停下来喊爱卿平身 关键是这 一跑就跑了五百里路 二十四小时没停过一下 可见喜哥是真被吓到了 就这样 阿古打带领女贞百姓 从被动挨打 变成了开始全面进攻辽国 预知后事如何 竟在下级分解